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杨杨恋情被扒出,这究竟是真是假。杨杨恋情曝光,分手三年后,两人低调复合。这是真的还是假的?更像是大家还未成名,一起打拼的革命友情。杨杨与失散多年的爱人。李沁重逢的消息是个谎言。 杨杨年轻帅气,是很多女生的梦中情人。因此,杨杨的感情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。但早在2007年新版《红楼梦》开拍时,杨杨就与李沁传出绯闻。然而不知为何,杨杨和李沁选择了分开。分手后,杨杨和李沁再也没有联系过。 不过,随着杨杨和李沁复合的消息被网友们知晓,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 网传杨杨李沁低调复合。杨杨刚刚进入娱乐圈,因为杨杨和李沁认识。 所以李沁也是杨杨在娱乐圈的第一个女朋友。拍摄新版《红楼梦》时,导演李绍红要求剧组提前一年进行训练,让杨杨和李沁有更多朝夕相处的机会。 在长期的感情中,杨杨和李沁也有过一段绯闻。杨杨和李沁在外貌和性格上有很多相似之处。 这对小情侣自然会有好下场。但是随着杨杨的人气爆棚,她和李沁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。 在长期的交往中,李沁也觉得自己跟杨杨谈不上了。久而久之,李沁和杨杨之间产生了很多矛盾。 矛盾爆发后,杨杨和杨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薄,因为杨杨真和杨杨没有太多的能力去妥善处理。 最终,两人不得不分开。不过在杨杨和李沁分手后,官方并没有任何回应。 所以目前还不清楚杨杨和李沁分手的原因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,杨杨和李沁和平分手了。杨杨李沁复合。 虽然杨杨和李沁在分手后成为了热门话题,杨杨和李沁也成为了娱乐圈志。 手可热的年轻演员,但是杨杨和李沁在分手后的几年里一直没有机会。 每一个路口,所以这也让大家觉得曾经的恋人杨杨和李沁再也见不到了。 不过,在杨杨和李沁复合的消息传出后,不少网友都非常激动。 期待杨杨和李沁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结局。 然而,随着网络上的谣言越来越多。 杨杨的粉丝和李沁的粉丝在网络上发生了争吵,甚至在粉丝之间骂骂咧咧。 既然双方都指责对方高估前辈,杨杨和李沁自然都是好演员。 不过,由于杨杨和李沁尚未正式回应复杂的传闻,不少网友也对网上的传闻持怀疑态度。 其实笔者认为,如果杨杨和李沁真的在一起了,杨杨和李沁也不需要向网友和粉丝隐瞒了。 明星谈恋爱要考虑粉丝的心,但明星遇到真爱就应该主动出击。 不要因为顾虑别人的感受而失去生活的幸福。 杨杨和李沁是非常聪明的年轻人。 说到感情的选择,杨杨和李沁会是最准确最好的选择。 不过两人都没有对这个传闻做出官方回应,足以说明这纯属谣言。 杨杨李沁复合传闻不可信。 杨杨很多人都认为杨杨和李沁复合的传闻是真的, 但是我想给他们泼冷水。 这个复杂谣言的真实性值得怀疑。 杨杨和李沁已经分开很久了。 如果他们想再见面,也不用等那么久。 而想要复合的人,生活和工作之间必然会有一些交集。 然而,杨杨和李沁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发展个人事业。 很显然,杨杨和李沁没时间发展感情。 杨杨和李沁的事业非常稳定。 但他们的成功也是杨杨和李沁长期没有感情的结果。 很多人都觉得这样的牺牲太多了, 但是对于像杨杨、李沁这样敢于为了事业放弃一切的人来说, 这个代价绝对不会太高。 当然,好消息是杨杨和李沁并没有在他们的成功上花太多时间。 时间不算短,但也足以让杨杨和金金之间的关系彻底消失。 之所以有很多人希望杨杨和李沁复合, 不仅是因为两人的感情深厚,而且两人的演技真的很好。 网友们希望这两个优秀的人能够成为情侣。 你不能强迫他,你可以保持安静。 总结,其实希望大家不要太听信网络上的谣言。 虽然一些网上谣言听起来很挑衅, 但事实证明,这些网上谣言大部分都是假的。 希望大家在传播信息的时候, 一定要认清言论的真实性, 否则谣言传播的过程会给当事人带来很多困难。 对于纷繁复杂的传闻,杨杨和李沁都没有过多回应, 但很明显。 这些传闻对杨杨和李沁的形象造成了不小的伤害。 如果你真的喜欢杨杨和李沁这两个伟大的演员, 你就得以身作则保护他们。 不要做任何伤害他们的事情。 所有人都希望杨杨和李沁能再见面。 但内心还是感慨万千。 最终决定权还是在杨杨和李沁手中, 其他人无权参与。